八官齋戒 護身 點燈 供水 藥供祭甘露詩時法會 聯絡電話 02-2917-8855 三月九號星期五 神辯月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億倍 上午八點半 板橋碑院講堂 禮拜慈悲三昧水燦 聯絡電話 02-2951-0355 三月十號星期六 念儒舍納佛 大士智菩薩 慈哉處罪一千節 神辯月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億倍 上午八點半 板橋碑院講堂 八官齋戒 祭功頌藥師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聯絡電話 02-2951-0355 三月十一號星期日 念地藝藏菩薩 念地藏菩薩 儒舍那佛 持齋處罪一千節 神辯月蓮花生大事 殊勝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十兆備 上午八點半 板橋碑院講堂 八官齋戒 祭功頌藥師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聯絡電話 02-2951-0355 靜邀十方大德 踴躍前往參加 阿彌陀佛 接下來請收看愛護生命卡通動畫系列 《獵兔返遭槍擊》 《獵兔返遭槍擊》 家住農村的李先生 生平最大的愛好就是捕獵野兔 他從小就跟著父親到山上 設置尾網抓兔子 李先生父親捕捉野兔的方法很多 因此經常可以捉到許多野兔 而這些野兔被帶回家後便是被殺死吃掉 儿子 別看了 好可怕啊 太血腥了 有什麼可怕的 我要跟爸爸學如何殺兔子 以後抓到兔子 以後抓到兔子我也能自己殺了 對嘛 不愧是我兒子 來 好兒子 爸爸教你怎麼剝兔子皮 嘿嘿 簡單吧 哈哈 爸爸你真厲害哦 父親把捕捕捉野兔的本領全都交給了李先生 沒過多久他就能獨自捕捉野兔了 爸爸 你看 爸爸 你看 我今天自己抓到了一隻兔子 我今天自己抓到了一隻兔子 不簡單 兒子 你現在能夠自己抓野兔了 很不錯哦 嘿嘿嘿嘿嘿嘿 然而沒過多久 他的父親突然生了一場大病 眼睛通紅看不清楚東西 嘴巴也溃爛得像兔子一般 小梅啊 你聽說了嗎 老李得了一種怪病 眼睛和嘴巴變得就像兔子一樣 是啊 我去看過他 他現在的樣子真的很嚇人 唉 你說老李是不是遭到了報應啊 報應 怎麼說呢 老李這些年來一直在捕捉野兔 死在他手上的兔子不計其數啊 因此他才會得到這種怪病吧 嗯 有道理啊 李先生父親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在他迷留之際 他勸告兒子以後不要再捕捉野兔了 兒子 我快不行了 有件事情你一定要答應我 爸爸 你不會有事的 你會好起來的 我知道自己好不了了 這都是報應啊 我每天晚上都夢到那些被我殺死的野兔 來向我逃命 爸 你想太多了 那只是夢而已 你不用安慰我了 殺害了那麼多野兔 該是我給他們償命的時候了 兒子 你要答應我 從今天後你不要再抓野兔了啊 答應我 以後你不准再捕捉野兔 好 我答應你 爸爸 爸爸 父親去世後 李先生有一段時間真的沒有在捕捉野兔 可是幾個月後 都市裡吃山產的人越來越多 野兔的價格也隨之水漲傳到 李先生違反了對父親的承諾 又開始上山捕捩野兔 大叔 你們村子附近的山林裡野兔多嗎 哦 那裡還蠻多野兔的 是嗎 大叔 那你們以後抓到野兔的話 請和我聯絡 我會高價收購的 哦 高價收購 是啊 我專門賣山林野味給餐廳的 您知道 現在喜歡吃山產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野兔的價格也越漲越高了 只要你能抓到野兔 價格都好說 那些野兔很難抓的 不過我們村子裡有個人 卻是捕捉野兔的高手 是嗎 大叔 那你可不可以帶我去找他呢 好啊 李先生 這些是定金 希望你能為我們多提供一些野兔 沒問題 你放心吧 明天這個時候 你來拿野兔吧 哈哈 好的 謝謝您 李先生捕捉野兔 李先生捕捉野兔賺的錢越來越多 他開始不滿足只用尾網捕捉野兔 於是他買了一支獵槍 這樣一來 他獵殺的野兔就更多了 十幾年過去了 李先生的兒子也已經長大成人 這些年 李先生靠捕捉野兔賺了不少錢 於是他的兒子也想跟父親學習捕獵野兔 嗯 對 就是這樣做 這樣才能成功地剝下一張完整的兔子皮 好的 那我懂了 老爸 我也想學抓野兔 你什麼時候帶我一起上山抓野兔啊 好啊 明天我就帶你上山 然後教你如何辨認野兔的行蹤 和捕捉他們的技巧 哈哈 那太好了 兒子 我之前跟你說的那些都懂了嗎 老爸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啊 你還是教我一些比較實用的吧 這些都是非常實用的 只有了解野兔的邪性 你才知道他們會躲在哪裡 應該在哪裡射王 我們不是有獵槍嗎 為什麼還要射王捕捉呢 咦 老爸 你今天沒有帶獵槍來啊 沒有 今天我本來是打算教你如何設置尾網的 老爸 幹嘛那麼麻煩 你直接叫我用槍就好了 唉 好吧 那今天晚上我再帶你上山來吧 晚上用槍獵殺野兔比較容易 晚上比較容易 為什麼呢 晚上能看得見野兔在哪裡嗎 到了晚上你就知道了 當天晚上 李先生帶著兒子來到了山林中 老爸 晚上我們連路都看不清 你怎麼會說比較容易打到野兔呢 你怎麼會說比較容易打到野兔呢 別急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野兔就躲藏在這些草叢裡 老爸這麼愛 哪裡能看到什麼野兔啊 你看我的 看 那裡有隻野兔 快去把那隻野兔捡回來吧 老爸 老爸 你怎麼知道那裡有野兔啊 在晚上 兔子的眼睛 在燈光的照射下 會發出紅光 我們只要朝著紅光開槍 絕對可以打中它的 原來是這樣啊 老爸 讓我來試試吧 好啊 你自己去打吧 我在這裡休息一下 然而 剛才的槍聲 已經將附近的野兔全都嚇跑了 然而 兒子為了尋找野兔 便走進了雜草叢中 奇怪 怎麼一隻兔子都沒有啊 剛才那一槍 把這裡的野兔都嚇跑了 你走進草叢裡找找看 他們肯定躲在那裡面 嗯 李先生的兒子 在草叢中走了許久 也沒發現野兔 哪裡有什麼野兔啊 都走了這麼久了 算了 還是回去吧 然而他走沒多遠 突然發現前方有一紅點 忽亮忽暗的 李先生的兒子 心爭竊息 立刻舉起獵槍 朝紅點開了一槍 啊 啊 啊 老爸 怎麼是你啊 老爸 老奶奶的黑寶牛 在一個小村莊裡 有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奶奶 她無兒無女 獨自一人 獨自一人過著辛苦的生活 這位老奶奶 見到落難的小動物 便會伸出援手幫助他們 有一天 老奶奶在路邊 看到了一頭趴著的小牛 而小牛的主人 則在一旁 不停地踹著她 小牛看起來 非常能過 她的眼睛裡 滿是淚水 你這個傢伙 怎麼這麼沒用 快起來 小伙子 發生什麼事了 你為什麼 要打她呢 老奶奶 你看這頭牛的腿 哎呀 她的腿受傷了 哎 前幾天 這頭笨牛 竟然自己摔斷了腿 獸醫說 就算腿好了 這頭牛也廢了 不能出力了 哎 可憐的小傢伙 這頭牛 已經受了傷 你就更不應該打她了 我當初 花了不少錢買下她 原本指望 她長大後 能夠拉車種田 現在就好 她什麼都做不了了 只能賣給屠夫了 啊 你要將這頭牛 賣給屠夫殺掉 是啊 她已經是個廢物了 除了殺掉賣肉 還有什麼用 老奶奶實在不忍心 讓這頭小牛被宰殺 於是 於是 決定將它買下來 自己飼養 這頭牛 你打算 賣多少錢啊 啊 老奶奶 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打算 買下它 啊 你要買這頭牛 老奶奶 你別開玩笑了 你要這頭牛 有什麼用啊 雖然這頭牛 雖然這頭牛 不能幹活了 可是也沒辦法 便宜賣你啊 雖然這頭牛 不能幹活了 可是因為這樣 就殺掉它 實在是 太殘忍了 你看它的眼睛 裡面 充滿了對生命的渴望 嗯 這 你開個架吧 最後 老奶奶 用自己 所有的積蓄 買下了這頭 小黑牛 並給它 取名叫 黑寶 老奶奶 養了這頭小牛後 每天省吃儉用 買好飾料 來餵養這頭小牛 像愛護自己的兒女一樣的照顧它 黑寶 慢慢吃 別著急 還有好多呢 黑寶 聽得懂我的話呢 它懂我的話呢 一年後 小黑牛 長成了一頭 強壯的大牛 它的腿伤 也在老奶奶的金星杖料下 完全康復 黑寶 餓了吧 快吃吧 老奶奶 生活貧困 卻辛辛苦苦 省吃儉用 像養育兒女一樣把我養大 現在我長大了 應該出力幹活 賺點錢 讓她過過好日子 怎麼了 快吃啊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 天氣好的時候 老奶奶會將黑寶放出去 讓她到河邊吃草 到了傍晚 黑寶會自己回到家 嗯 今天真是個好天氣啊 黑寶 今天天氣不錯 你出去玩玩吧 黑寶 記得晚上早點回來啊 你看 老奶奶的黑牛來了 黑寶 來我們這裡吧 這裡的草比較嫩哦 這隻黑牛真是通人性啊 難怪老奶奶那麼喜歡它 這時候 有位商人開著小貨車來到河邊 他想要將貨物載到河堆外去賣 然而河邊泥泥的淤泥 讓小貨車無法前行 真該死 怎麼會這樣 這條河的淤泥很深的 車子很難開得過去 大哥 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過河呀 這條河並不深 走路的話是可以過去的 只是你們的車太重了 陷進了淤泥裡 這可就難辦了 是啊 你們宰的東西太多了 一定會陷進泥裡的 兩位大哥 我們一定要將這車禍送到對岸去 你們能不能幫我們把車追過去 放心 我會付你們工錢的 那麼多的火 我們兩個人哪退得動啊 就在這個時候 黑寶叫了一聲 商人的兒子看到這頭強壯的大黑牛後 立刻凌晰一動 哎呀 這真是頭強壯的牛啊 他一定能把我們的車拉過河 大哥這頭牛是你的嗎 不是 我哪有福氣得到這麼好的牛呢 是啊 這頭牛通人性呢 那這頭牛會是誰的呢 我想出錢 請他幫我們把貨車拉到對岸 我該怎麼找到這頭牛的主人呢 這頭牛的主人不在這裡嗎 你要用的話可以自己去拉他 做完了再把工錢給他 是嗎 大黑牛 大黑牛 來幫我拉貨車吧 大黑牛 是 他怎麼不走 你還沒跟他談價錢呢 啊 跟他談價錢 大黑牛 我願意出二百元 請你幫我把貨車拉到河對岸 是 可以嗎 是 這 這頭牛真的聽得懂啊 商人和他的兒子 將黑寶套在了小貨車上 黑寶一用力就拉動了小貨車 一口氣將車拉到了對岸 商人的兒子 借小貨車被拉過了河 便打起了黑寶公錢的主意 這頭牛可真有力氣啊 這麼容易就把我們的車給拉了過來 兒子趕快付錢給他吧 好的 我只給他一百元 他也不會知道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一點錢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黑寶突然跑到了小貨車前面 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然後非常生氣地瞪著商人父子 大黑牛 你還有什麼事情嗎 兒子 你是不是少給工錢了 我 我只給了他一百元 唉 那還不快點補給他 好 好 這頭牛怎麼會知道 我少給他工錢呢 真是怪事 當商人的兒子又拿出一百元 放進了黑寶腳上的布包後 黑寶真的讓開了路 然後轉身渡過小河 往村子裡走去 這頭牛可真有靈性啊 黑寶一定是要給老奶奶一個驚喜 快我們去看看吧 黑寶回到了家 黑寶回到了家 老奶奶看見他腳上有個布包 拿下來打開一看 裡面竟然有兩百元 哎呀 我的黑寶回來了 這是什麼 黑寶這是怎麼回事 錢是從哪裡來的 面對老奶奶的詢問 黑寶只能搖著尾巴鳴叫著 叫在老奶奶一頭霧水時 兩位村民走了過來 將事情的前後經過 說給老奶奶聽 孩子呀 我可從沒想過 要靠你賺錢過日子 你為什麼要做這麼辛苦的事呢 要是受傷的腿又痛了 那該怎麼辦 人和動物也是能互相愛護彼此珍惜的 大家阿彌陀佛 海濤要在這邊 從內心裡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護持 生命電視台 中華護身協會 為什麼 因為護身協會在世界各地 不斷地在搶救各種的 有情生命 牛也好 魚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國家 不分地區 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們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來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獨生子 所以願各位發願 深深實施不間斷地保護 救護各類的生命 這就是生命電視台 保護生命的宗旨 阿彌陀佛 護尺帳號 42138483 42138483 護名中華護生協會 生命電視 生命電視屏東東港中心 舉辦禮拜慈悲三昧水燦 點燈、供水、祭甘露施食法會 恭請常駐法師領众 日期 3月18號星期日 上午9點 地點 屏東東港中心 地址 屏東縣東港鎮 新聖禮光復路2段5號 聯絡電話 零八八三二三七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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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民報恩 生命電視屏東東港中心 舉辦禮拜 聯黃寶燦 點燈、供水、祭甘露施食法會 恭請常駐法師領众 日期 3月19號星期一 至3月31號星期六 晚上七點半 地點 屏東東港中心 地址 屏東縣東港鎮 新聖禮光復路2段5號 聯絡電話 零八八三二三七二七 零八八三二三七二七 MING PAO CANAD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什么心 随顺因缘去念那个咒就可以 动机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人现在有灾难 所以我让他念度一切灾难的律度母可以 但是你的动机先抓到 然后再来念这个咒有用 就算你都不会念咒 也可以化暴力为祥和 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但是你的一个动机很重要 所以看到抬爹的 看到想到救护车 听到飙车 这些年轻人好可怜 这样飙车爸爸妈妈多伤心 生命很可怕 生起一个悲心 欧玛你爹没好 希望你有这个悲心 慢慢就减速 也希望佛菩萨加持 不小心他跌倒 不要让他受伤 因为他受伤 他说无所谓 我不怕死 但是他们老婆老婆很怕他死 所以开飙车的人就是 没想到爸爸妈妈 知道吗 想到爸爸妈妈怎么会飙车呢 所以各位这个叫空性 替别人想 这个才行 不替别人想的人 没有在修行 自私 我飙车就好了 我管你的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 替人 你开车太快 慈不慈悲 不慈悲 那你撞到别人怎么办 我不怕死 问题对方怕死 怕他撞到 所以那你开车太快的人 就不慈悲 所以有时候 我想在这一点 世间的一切不圆满 都是我们生起悲心的助缘 甚至愿待众生苦 求佛菩萨加持 所以你家门口 你要以大悲心 多撒大悲众 再来甘露失死 那些孤魂野鬼 不要再制造车祸 你要负责 你家门口就是说婆世界 你的心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你只要面对哪里 要帮助 以极乐的心 来帮助受苦的众生 这叫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对哪里都一样 een ak 伽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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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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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有如能治好烦恼的高明医师 佛法有如对症而下的良药 断除了烦恼的三重 则有如服药全愿了的病人 杨茜茜茜的特质 杨茜茜茜的特质 一、莲花不为浊水所污染 同样的、涅盘不受环瑙所污染 叶盘具有莲花这种特质 二 冷水能减退方向的热度 同样的 叶盘能去除烦恼的热度 冷水能解除人与兽 在疲劳 受精 口渴与中暑时的口干 同样的 叶盘能驱除人对感官欲乐 无间断地形成的渴求 叶盘具有冷水这两种特质 三 药剂是众生遭毒物危害的解药 同样的 叶盘是众生遭烦恼围困的解药 药剂能终止痛苦 涅盘也同样能终止痛苦 药剂是赋予生命的感露 涅盘也同样是赋予生命的感露 涅盘具有标记这三种特质 涅盘具有标记这三种特质 四 大海中没有的尸体 同样的 涅盘中没有烦恼的尸体 涅盘中没有烦恼的尸体 同样的涅槃也是广阔普遍 不应众神的证悟而隐瞒 大海是巨大生物的归宿 同样的涅槃是圣者 一个没有瑕疵断尽环绕获得能力 控制了自己的心的巨归宿 大海中盛开着各式各样 无穷无尽的珊瑚 同样的涅槃也盛开着各式各样 无穷无尽 纯白洁净的智慧与自由 涅槃具有大海 这四种特质 五 使物维持众生的生命 同样的涅槃驱除了饶与死 维持众生的生命 使物提供众生超自然的力量 使物提供众生超自然的力量 为众生制造美 同样的涅槃为开护众生 提供了这两种特别素质 gel 叶植 以众生致 吹 benter 同样的,涅槃是开幕众生因烦恼而引来的痛苦平息。 食物消除众生因疲劳而引发的虚弱。 同样的,涅槃为开幕众生消除因痛苦而引发的虚弱。 涅槃具有食物这五种特质。 空间是无生、无老、无死,不生起于此处,不消失于必处,难以下定义,非盗贼所能偷窃。 不为任何东西所支撑,属于飞鸟的领域,无阻害,无边际的。 同样的,涅槃也是无生、无老、无死,不生起于此处。 不消失于必处。 难以下定义,非盗贼所能偷窃,不为任何东西所支撑。 属于圣者的领域。 无阻碍,无边际。 无阻碍,无远碍。 涅槃具有空间这十一种特质 7.宝石能达成愿望 同样的涅槃也能达成愿望 宝石带来喜悦 涅槃也一样能带来喜悦 宝石光辉灿烂 涅槃也是如此 涅槃具有宝石这三种特质 8.宝台香 不易得到 同样的涅槃也不易正德 宝台香的香味无比芬芳 涅槃的香味也无比芬芳 红台香受到好名赞赏 涅槃也受到圣者赞赏 涅槃具有红台香这三种特质 9.从奶油上层撇取出来的酥油 涅槃具有美丽的色泽 同样的 涅槃有本身的特质的色泽 酥油有芬芳的香味 涅槃也有德行的芬芳香味 酥油 酥油滋味丰富 涅槃也同样是滋味丰富 涅槃具有酥油这三种特质 涅槃具有更因的 涅槃具有這樣的 十 山峰高峻无比 同样的 涅槃至高无上 山峰不动不摇 涅槃也同样不动不摇 山峰难以攀登 同样的 涅槃也难为烦恼所攀登 山峰上种子不能滋长 同样的 涅槃烦恼不能滋长 山峰没有喜好变恶 涅槃也同样没有喜好变恶 涅槃具有山峰 这五种特质 有德者之特质 一 有德之人 像是能解除众生烦恼之毒的解调 二 有德之人 像是能减轻众生烦恼病痛的香膏 是能解除众生烦恼之毒的解除众生烦恼之毒 三 有德之人 像是能满足众生愿望的保护 四 有德之人 像是能再送众生脱离四大洪水的大船 优优独生烦恼之毒 五 有德之人 像是能带领众生 越过轮回之沙漠的领导 六 有德之人 像是能洗灭众生的三胸火的大风 七 一 有德之人 像是能降给众生善点之甘露的一片雨 八 有德之人 像是能促使众生修习善行的导师 九 有德之人 像是能指引众生 迈向安稳之道的好迷道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伤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小灾难 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骂旗的功德 护持正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新店大名讲堂举办八关灾戒 礼拜药师宝采 点签灯 供签水 护生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赞德法师主法 日期3月17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新店大名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五十四项二十八号三楼 连楼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上午七点半至八点半 于松山新店县捷运七张站一号出口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消灾抄建牌位 供大众填谢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刀场举办礼拜佛说万佛明经 点灯 耀拱 护生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占尽法师领众 日期3月24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 地点三明区顶中等六里联合礼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三明区顶立路125-2号底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法会备有消灾抄建牌位 供大众填谢 当六根和六种对应的感官对象六成相接触时 身心可能会受到脑乱和生病 我们必须修行训练六根不要成为治病的根源 像各位今天就不容易发病了 因为今天我们守八观宰戒 不看电视 不想说感官等等 这样以后呢 内心里面就比较清静 不会被干扰 所以八观宰戒 第一个就远离病苦 消灭罪障 但是现在我们不为自己了 清静的保持这种六根的清静 然后呢就可以回向给病苦的人 回向给这个世界 各位要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所以大部分人 有些人还喜欢保留一点点他自己的喜欢 我喜欢吃很辣很辣 我喜欢听很好听的音乐 我喜欢穿穿漂亮的衣服 那你的六根就又乱掉了 这个魔就透过你任何一根的放异就侵入你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六根 接触到外面的红尘色身香味触法 要让清静 不请心动念 这样以后身心清静 健康 事情也圆满 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纯净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耶 我与一切有情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